欢迎来到安市会计事务所,我是SupSup水 Sup,服务税正式从6%起到8% 有关的线报呢,终于在今天,2月26号下午发布了 当中有提到有4个服务会维持在6%,剩下的都会提高至8% 6%包括我们的餐营业,拖车费,物流服务,还有电信服务 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讲一讲6%到8%的过渡期,必须注意的一些事项 第一个案例,假设你的服务跟你的付款都在3月1号之前 非常简单,依旧6% 100块,服务税是6% 所以总共是106 第二个案例,你的服务跟你的付款都在3月1号破过后 非常直接,直接就8% 100加8块,108块 第三个案例,付款呢,在3月1号之前 可是服务是3月1号破过后 这个情况,你的服务税可以保持在6% 所以100加6,106 因为付款在3月1号之前 第四个案例,你的服务的期限是12个月的 所以是从1月1号2024年提供到31号12月2024年 在1月1号2024年的时候,你已经发了一张发票 一个月10块,所以一年是120块,乘上6% 所以是127块2 可是呢,付款在3月1号破过后 在这个状况下呢,我们就必须要出一个debit note 把没有收到的10个月的服务税收回来 服务税是额外的2个% 所以是10块乘上10个月,再乘上2个% 总共是2块 第五个案例,1月1号2024年的时候 我们就发了这个发票给我们的客户 服务期限也是12个月的 我们的服务费是100块乘以12个月 所以是1200块 我们那个时候的服务税是6% 所以我们就发了一个发票1272块 3月1号之前,客户就给了我们一半的付款 所以还了636块 剩下的是3月1号过后才还 可是到了3月1号过后呢 客户要还我们的这个余额呢 不再是636块,会变成648块 因为剩下的6个月,必须要出一个debit note 所以还没有付款的服务费的补税 所以是100块乘以6个月乘上2个% 所以是12块 636块加上12块就是648块了 最后一个案例 1月1号2024年的时候 我就发了一张发票给我的客户 盘盖1月跟2月的服务费 一个月100块 所以两个月就200块 乘上6%是212块 剩下的呢 我就等3月1号过后才发给他 所以3月1号过后 我再发一个新的发票是10个月的 因为是3月1号过后 所以这个服务税呢 会是8个% 所以我们第二张发的发票呢 会是1080 以上是6%到8%过渡期的 一些重要的事项 有什么看法 不妨在我们的留言区 留言咯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 3% 我是宋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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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